滿足民眾需求 只要購買節能家電 冰箱電視洗衣機 行政院通通幫你補貼2000元 其實在這段時間 大概可以預估 至少可以賣超過3萬台 不只節能家電有補貼 手機2G和4G 購買小型農機 還有觀光旅遊全都包 但因為補貼名額供不應求 11月24號行政院還要再加碼 很多消費者 也都非常踴躍的響應 所以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可能 來滿足消費者的血 這時候國人歡迎的旅遊住宿補貼 一推出就被搶光光 22號臨時加碼 目前23萬個名額 已經被搶了三分之一 我們的總金部分人員 已經有點應接不下 應該有機會提升到 一至兩成左右的地方 年底潛灑41補貼 行政院不止這一波 24號要再加碼 年底刺激消費 更滿足民眾需求 記者王星諾 張曼榮台北報導